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推动下已经从野生第一代繁衍到儿孙辈 未来想用养殖来代替野生海胆 设想的愿景很美好 后续还想推动养殖辅导 但海洋志工对此有截然不同的看法 就算澎湖县政府已经明定每年只有七八这两个月 可以裁补可净八公分以上的海胆 但海洋志工所观察到的数量依旧持续减少 找出二零一四年的海地影像和今年比一比 能够看出海胆数量确实贬少许多 最主要还是因为利益造成人为过度俯劳 甚至还会偷偷藏起来饲养 执法力度不够 成效不张 而且繁殖场放流的数量 对海洋来说远远不够 海洋志工希望能够参考欧美国家修改法规 不针对单一物种而是全面性的保育生态 并确实执法才能给海洋更多喘息空间 有机会恢复生机 华氏新闻陈能政王世凯 沈丽荣专题报道 哈喽 大家好 我是乃鱼 要交给大家两个任务 第一个 华氏新闻的脸书专页 你按赞了吗 还有华氏新闻的YouTube频道 赶紧订阅起来 还要记得按赞 开启小铃铛哦